磨蹭磨蹭磨蹭 磨蹭磨蹭其實這個東西看起來 躺起來有沒有應該是真的是蠻舒服的 還蠻有意思的 好啦 總而言之大家請看一下我的左上角 迎接著這麼一個美好的早晨 左上角那邊我的牢獄天數 終於已經全部都沒了 坐擁這一個豪宅還擁有大量金錢 真的是超級棒的感覺有沒有 重點是呢 我們很多東西 絕對都已經回歸到了原來正常的一個樣子啊 所以說我們早上剛起來的話呢好像有點想尿尿 沒關係 我們有的尿可以去尿一下 但是早上起來請先讓我們先喝個咖啡喔 那其實啊大家好像是把這個遊戲這個重新開這個想的太過嚴重了有沒有 其實模組裡面的東西呢本來就都還會存在的 對 那就是說我現在遊戲其實已經重開了但是這個是有 模組裡面的東西 他本來我該放在哪裡他就會在哪裡這樣子 甚至連這一棟房子都不需要重新買過 我重開一個新的遊戲呢 這些房子就直接連 他連買都不用買了他直接就給我了這樣子 然後呢我就去把我自己的車子給重新的組裝一下 就是自己要組裝來車呢終究還是需要重新組裝啦 那我也組裝完畢了 那我上一次呢其實在那個什麼我的遊戲會 應該說上一次的最後啊我的引擎會壞掉是因為 他的遊戲呢最後添加了一個 應該說最近添加了一個引擎方面的一個機制啊本來就有了就是突然軸的那個角度問題 那之前是沒有的現在有的然後現在還有就是說這個東西 沒錯我們一直以來呢 都有在釀這個東西的可是因為我們把酒鬼的錢箱拿走之後 酒鬼 就再也沒有辦法就再也不會跟我們買我們的酒了 感覺並不是很好 現在的話呢我們 終於又可以再一次的回過頭來 賣酒給他了所以 就準備來釀造一下不過呢 先把我這個神聖的黃金水注入在這裡面 然後呢 把他給悶一下 悶一下之後我們再去買一些這個料過來 然後 之後啊我們再來好好的 釀造這個酒我相信那個味道呢會非常的濃郁 非常的香醇這樣子 現在呢差不多早上11點半我們出去一下 那其實這個電話呢是真的會響的我原本還在擔心說這個電話是不是不會響 結果 其實他這個話分池啊都是這個電話就打過來的 說他的話分池滿了要我去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也對不對像我現在還有12萬的錢有沒有 有這麼大的金錢在這邊的話呢 我們當然是要好好的來購買一下 東西了對吧 那這個也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樣的 器材什麼的 啊我們應該全部都給他點下去喔 然後我很想要看的就是說 這邊的所有商品 對不對 一次出現在商店那邊會變成什麼樣喔我不知道是不是會導致那個商店的那個 就是後面放那個 放這些商品的地方會爆炸什麼的 因為這邊到時候他都是一堆紙箱會一直疊在那邊嘛 所以我就很好奇 我超好奇說我這邊如果全部都點了 他來了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哈哈 這個要是我們之前呢就沒有辦法看到這樣的東西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是新添加的東西喔不過呢我們就買不了嗎 這東西買不了耶 這東西完全點不了 真的耶 他新添加進來但是我卻點都點不了 莫名其妙的沒關係就先略過吧 所以還有新的工具組啊什麼的全部都要點 那現在只有一個 比較 比較 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吧 反正就是說我的車呢現在暫時是一個 沒那麼好的狀態但是 其實呢我們還可以就是說看著說 現在我們這那一台車啊 在給那個修車店的人調整過後 我怎麼拿不到這東西啊 調整過後之後呢現在那一台車 開起來到底會如何 就是他原本預設的 因為他遊戲已經更新這麼多次了 這些東西還是要好好嘗試一下的 再來就是說 有一些食物的部分沒了嘛 但是也沒什麼大不了 反正就是拼命再跟他買就好 我什麼時候不小心複製到這個東西的 這個是什麼東西 我不小心複製到它是怎麼回事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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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這這這好像不太對 這不太對 我先去把這個複製的東西先消消滅一下 好像是 目前感覺我好像是消滅不掉了 沒關係沒關係 好所以現在呢我還是只有這台車在這邊了 不過沒有關係我們等一下呢 馬上就可以去把我們的車給領回來了 畢竟我的車呢 就是直接放在修車店那邊 叫他呢幫我微調一些東西 那樣子的話 我相信至少是這個遊戲裡面 應該就是一個最好的數據了吧 好然後呢我們回來到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是地上這些東西都還在喔 因為 原本我的車呢是停在這個位置的 我這台車停在這裡 然後這些東西都裝在我的車上 那現在的話呢 因為我重開了遊戲 所以車子呢就 直接被移回去了原來的位置 但是模組的東西呢 會在原地這邊呢 流下來 然後我的槍呢 也還在那一個地方喔 所以是 這個 這個重開 這個重開一個新的遊戲呢 感覺還是一個蠻神奇的一個體驗喔 所以他我記得是用柴油的 沒有錯對吧 對沒有錯 好所以說呢 這個油已經加完了 那這個 我也試過了 就是說這個 我如果說就像這樣子 然後直接就開車回我那一個 超大豪宅別墅的話呢 我們那個店那邊的電話也會響 就是老闆會打電話過來 然後叫我 付那個油錢給他這樣子 老闆真的是喔 不管我家在哪裡 他都有辦法找得到我耶 真的是有點可怕 他為什麼車子有辦法開到這個地方來 他好像蠻少會把車子開到這裡來的吧 所以 這一縫隙裡面呢 到底總共會有多少錢呢 我是不知道 不過呢 我們到時候呢 直接等老闆打電話過來 叫我們來拿東西的時候就知道了 那 這個東西呢 就是讓我可以用來賺錢的東西 對吧 所以我們要一直 留在這個地方 我們隨時需要賺錢的時候呢 就往這邊丟過去就對了 對吧老闆 所以這邊呢 是我的油錢 剛剛72.51塊錢 啊 那我反正不管啦 我就是大概是需要買一堆的食物吧 然後 披薩啊這樣子 那最重要的是這個 酿酒需要的東西 對吧 糖 糖啊 還有這個酵母啊 對不對 啊 其他的就感覺還好 不過呢 還是多買一些好了 這個呢 乾脆就多買一些 沒有錯 總共也才1282而已嘛 其實也還好 所以說 這邊的東西 我可以呢 暫時也就把它給放回到這個車上 我們看到了這個東西 乾淨的多啦 真的是 這台車突然之間變得超乾淨的 但是我相信 過沒多久 他一定會被我搞的一團亂 那這個呢 這個是叫做什麼 移動式 應該說流動廁所吧 對不對 流動廁所這麼好的東西 當然是要隨身帶著 這一罐我們就留在自己的車上吧 那有很多人要我複製錢箱啊還是什麼的啊 那個都不要做了啦好不好 那個酒鬼終於是回來了 然後而且我也不知道說過多少次了 這個複製出來的東西 它會消失的呀 這 這個 這這位老兄 你需要這樣子嗎 這位老兄 真是太可惡了 這個該死的黃色跑車男 剛才他到底對我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因為呢 每一次呢 只要死亡 然後呢 他就會呢 給我離開遊戲再進來 所以我那裡面呢 原本是那個包裝袋的東西 我想說可以丟到我自己組裝的車子上面 之後再把它給炸開了 現在已經自動炸開了 那就只好讓這個車上的保持這麼亂的狀況 一切都是那個傢伙 惹的貨 現在我必須要讓他付出一點代價 沒有錯 來吧 既然他都 都敢那樣子對我 就不要怪我 拿出一些特別手段來對他了好不好 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把他點了吧 然後呢 我們就直接 抓一抓抓一抓抓了一大堆的這個子彈起來 你們等著 這個能不能 他這樣子排起來我能不能夠就是 一箭雙雕啊 一槍兩個有沒有可能辦得到之類的 我來看一下 來老闆 老闆你不要不要講那麼多話了謝謝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直接來對陣一下好了 其實我比較好奇的是我記得他的範圍好像蠻大的吧 是不是打這邊就有可能會打到他了我看一下 喔看來並沒有 所以呢好像還是要對準一點 那那他們兩個的話我看一下 怎麼樣才能夠把他們兩個弄成一直線 好像是這樣 不過他們好像是有椅背會擋著的 看來打第一個之後就沒有子彈無法穿通到第二個 不過這一個小子剛剛居然敢開車撞我的話就不要怪我了 那這個這個槍能夠影響的範圍其實蠻有限的啦大家看這個好像 對他也是一點用處也沒有有沒有 那 不只對他也沒有用處對著這個公車司機呢其實也是沒有任何用處的有沒有 這個公車司機呢是完全不會害怕這個玩意兒的 所以只能說呢 他們是被這個我們這個空包彈的震撼力給震死了 因為連老闆的話呢打也沒有用的 大概就是這麼一回事啦 所以我們這個東西呢就留在老闆這邊好了 以免他呢 放在路上的時候隨時都可能會消失不見 為了避免那個狀況呢 就直接放在桌上就好了反正他應該也不會介意啦 啊不過有一個好處啦就是至少 死了之後再回來的話又可以再跟他買一些東西了對不對 那就當作這些東西是那個 他幫我保管槍的這個費用就好了 我上一次呢居然會忘了買那個濃縮果汁了 濃縮果汁的罐子才是用來裝我們 對不對獨家私釀的 呃祥陵黃金酒的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容器 然後我們就直接出發了 我要去接我的那一輛車了 那輛車的現在還沒有改裝過 所以上面的零件都還是比較爛的 但是我們剛好也就可以了 試試看他現在遊戲更新到現在 他那個 原始的車裝起來這個開起來的這個 效果是如何喔 喔然後竟然剛好會這個 呃呃呃呃呃哇這個煞車真的是 其實我不記得他以前煞車有這麼難煞的啊他現在煞車真的有夠難煞的耶 真的是 真的是 他每一次遊戲只要一根性我都覺得說他只是在設法呢 想更多的方式呢來搞死這個玩家 常常更新都是一大堆什麼難度增加啊什麼鬼東西的 那這邊應該會有一根 東西在這邊對沒錯地上我看到了對對對在這裡 就這根東西 這根東西的話也是模組裡面的喔就是 我們在自己的那個 湖中央的別墅對不對湖中央的別墅裡面呢 我們那時候不是可以用蒸餾的方式來 來弄這個酒嗎 這個東西好像是可以用來那個測量酒精濃度的 這個東西也是模組裡的東西所以說 這些模組裡的東西啊就 只會有一個而已 如果說掉在湖中央還是哪裡的話對不對 或者他就掉在這個樹的後面 那我永遠也找不到啦 那又不是像這樣直接在這個中央的話 所以像現在啊現在時間還不夠晚所以他還沒有出現 不過這棟房子事實上我也可以自由進出啦 自動自由的聚為己用也是可以的 然後我看一下 額頂多就是這個廁所好像是不能用而已吧對不對 但反正我現在是有流動廁所啦 根本一點關係也沒有 那晚上的時候呢也許可以過來吧對不對 因為把這個人像現在的話對不對 他現在已經留在這邊了 那他晚上的時候呢應該就會出現了 可是我現在很好奇的是 如果說我把他的那個什麼 這邊的桌子啊砸爛之類的 桌子椅子好像用這個炸彈是可以把他給炸到移位的喔 那移位的時候他還會繼續在這邊跟我們玩牌之類的嗎 先丟在這邊好了就這樣丟著OK 快閃快閃快閃 趕快先炸一下 OKOK 炸了一下之後他應該 對 桌子就翻了 那我不曉得晚上他會不會出現跟我這個打牌 現在趕緊了先去把我的 那個星光跑車先領回來吧 也不知道是不是錯覺我覺得這一輛車好像比以前還要難開得多了耶 也許他是真的就是作者故意要讓我們呢 去開我們自己組裝的車吧所以故意都是把這個其他的車弄的就是稍微差一點 但是這台車的好處就是他可以至少他可以載比較多的東西啊 然後旁邊這邊 旁邊這邊對煞車又不小心一個就直接過去了 旁邊這邊的話呢是有多一棟建築物的我們來是直接下車來看一下 這棟建築物我看起來就有一點像是什麼遊客接待中心還是什麼的 還是什麼這個什麼鄉民大會堂之類的嗎 住在這一個鄉村的人的一個 集會場所 畢竟這一個東西看起來目前沒有任何的功能性喔 但是就突然之間坐落在了這一個地方那邊就是直接就糊了所以 這個遊戲的話呢其實一直有再添加像這樣子新的建築物進來 那我覺得 也許他未來是有把他規劃說是要有什麼功能的喔所以可以 稍微期待一下這樣子 然後突然之間發覺我好像已經很久沒有來到這個地方對不對除了我上一次把車給開過來之外 對耶 然後好像我就很少過來 為什麼呢 因為也是基本上呢 各種賺錢的手段還蠻奇特的對不對 那會來這邊通常是為了弄他的花分子 從他這邊的稍微拿一點錢這樣子 那現在好像也都沒有那個必要了 這個門是目前打不開的 但是我現在是可以把我的車給開走了 對沒有錯 太好了 終於 我把東西呢稍微轉移一下不過先看一下我們這台車 呃 我是有叫他就是調整很多東西啊包含什麼啊輪胎啊自動幫我調整啊這都是 很早期的時候要做的事情對吧還有 就是引擎方面也有某些地方是要做調整的吧 只是我現在不知道他調整過後會不會 油應該都還在吧我當初有加機油嗎冷卻液啊還有這個煞車油 應該都還在吧 畢竟我現在也沒有什麼儀表板能夠看那些東西喔我們直接發動了大概就可以知道了吧 不錯不錯 目前聽起來沒有任何的怪聲 果然是不是好像只要經過他調整之後狀況就會好很多啊 好像是 直接拿過來給他調整的話也算是一個蠻好的選擇喔不過這個煙怎麼有點黑啊 畢竟這個是比較爛的化油器嘛然後 而且他也要等暖車啊如果說暖車一段時間之後反正你把車子稍微開一段時間之後這個 排出來的氣大概就會變成白色然後再就會漸漸變透明的顏色了吧 現在我們把東西都先移上來吧然後我們去找一下酒鬼好久不見的酒鬼了 那現在我的車子呢也還沒有任何的車牌在這裡喔畢竟 我們這個車呢 還要再拿去驗車嘛驗車了之後才會給我車牌然後我的車子才算登記立案才可以合法上路 不過我覺得在這遊戲裡面好像其實也沒什麼關係吧嗨堂兄弟 那就是我們的堂兄弟喔只是 千萬不要去搭他的車就是了 那比較重要的一些東西搬著就可以了吧 那最重要的是這一項東西對吧 現在呢我還沒有什麼太多太特別的酒 不過 沒有關係我們可以讓酒鬼稍微的 忍耐一下因為就快了好不好就快了 那就先好好的慢慢的稍微來開一下看看好了 其實整體來說的話呢這台車開起來真的是比那個 箱形車還要穩的太多了啦 真的耶 差好多而且 隨時可以知道時間有沒有為什麼我們的人物真的不帶手錶的啊 沒有時間讓我感覺就有點不太好 因為他真的很多東西都是要跟時間的嘛像商店開的時機啊或者是 每個NPC會出現的時間那些都是跟這個對啊都跟這個時間有關 所以開著這輛車能夠看得到時間心理心情上就會安穩很多有沒有 久違的酒鬼了大家看 終於 終於又再一次看到他坐在了這個地方了 而且 而且蠻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就是 之前已經不知道多久了 只要碰到他他就是拿著斧頭要對著我 現在他終於可以 這麼心平氣和的跟我面對面了 啊真是太好了 讓我們心平氣和的 把酒言歡一下吧 你不幫我準備一張椅子的嗎 老兄 來吧 讓我把這個喝了之後 懲罰你一下 畢竟你沒幫我準備椅子 丟你身上 欸 等等 酒瓶剛剛是不是直接就穿到他的肚皮裡面去了 酒瓶不見了 對酒瓶不見了 酒瓶直接被他的肚子給吸收掉了我們再看一次 不愧是酒鬼連酒瓶都有辦法吸收 沒有其實應該是在他的屁股下面之類的喔在這裡啦在這裡啦看到了看到了 在這裡而已啦在這裡啦 還以為他是一個人體資源回收機有沒有那真的是蠻誇張的 好啦 終於陪他喝完了兩杯了我們繼續呢出發一下 啊不過我現在一直有聽到那個風扇在轉喔是不是好像他 特別容易過熱的樣子吧現在 對因為一開始那個散熱器好像是爛的可以嘛對不對 哇大家看這個溫度隨隨便便已經上升到了快要破表了 這個不是吧我的冷卻液我記得是都有加滿的呀難道我沒加冷卻液嗎不對應該是這一個 這個散熱器真的是爛的可以了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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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下去就要過熱好不好這樣過熱的話我的引擎又要損壞了所以又變成說 一切東西都調整好了但是呢確實因為引擎過熱導致這個 損壞喔 我直接來開一下好了這個東西真的 他是變顏色了他燒焦了 我怎麼感覺他變顏色了是不是燒焦了之類的 喔我的天啊 好好誇張啊我看一下這個 哇冷卻液真的都漏光光了為什麼 不會漏的呀怎麼可能會漏的 那我只好用我的尿先稍微填充一下 但看我的尿尿進去之後那個量也沒有減少啊所以是修車店那個王八蛋把我的冷卻液給洩漏光了是不是 啊難怪嘛我就想說 我就想說這個散熱器再爛應該也沒有爛到這種程度啊 天啊我現在只好呢 靠著這個東西來增加一下我這個尿的含量了 哇不行啦這樣子喝得我搖搖晃晃的 然後其實也沒增加多少尿量啊然後搖搖晃晃的又很難對準大家看 搖搖晃晃的根本就很難對準啊 很難尿進去啊 為了散熱還真的是什麼都做出來了 散熱 哇好吧已經有一點量在裡面了 應該是能夠讓我暫時撐回到那個舊家吧 舊家那邊應該有一些那個冷卻液有多的冷卻液應該可以加進來的 好所以就先回來這一個很久沒回來的家這邊看一下一方面是為了要把車給弄好啊 大家看這個溫度啊這個溫度再繼續上去的話這個車子這個就真的要報廢了 這個溫度真的太可怕了 沒有想到那個修車店的居然把我的冷卻液給直接都弄掉了 我明明就已經都把它給加好了的所以現在 只好再去加更多的冷卻液進來了 好這樣看來應該是已經加滿了綠色這一條終於是全滿了沒問題了然後 大家看 現在 終於是可以 自由的進出我們這個家門啦多好啊 然後這個是我們這個家裡面的電表 哇10174啊 怎麼已經這麼多了 他原本不知道是有多少然後這邊是沒有那個總開關在這裡的所以 這個家的話呢是完全沒有辦法說直接就把東西給關了這樣子 好所以我就再一次確認一下看他有沒有漏但是看樣子他真的是沒有漏 好 沒有漏就行了我們把蓋子給蓋上吧太好了 天啊 太可怕了 所以這些零件呢 最好是趕緊的能換就換 應該是差不多到了明天吧就是遊戲裡的明天也許的話那個老闆就會打電話過來然後我們就可以看看我們到底 對不對那一堆東西到底是買了 買了多少這樣子 雖然我已經回到家但是 這個油看起來真的是要沒了 這個油已經沒了啦 我剛好開回家油剛好沒了耶 自動熄火 現在這個 好耗油還是說是因為我的設備比較爛的關係有可能是因為我的這個 配備都比較爛的關係所以才顯得好像特別耗油 也許是到時候的話呢我們看看那個把一些 裝備零件都換了之後再來看看到底是這個什麼狀況 那這個一切都重新開始之後呢真的有好多 東西感覺嘗試起來都跟以前很不一樣因為他有 稍微做一些那個沒事他就在做一些那個平衡性的調整的一些數據的調整所以連車子啊 開起來的感覺都會不太一樣 好的那最後呢我們再來這個地方看一下這個被我給 炸翻桌 他還真的坐在這邊真的不是真的能玩吧等一下 都已經變成這樣子了大家看一下 有耶撲克牌在這裡耶他還有錢耶 所以 我如果要跟他賭博的話我要蹲著有沒有然後點這個地方才可以跟他玩牌 居然會變成這樣子嗨好久不見了這個豬腳 哈哈 至少跟他這個打牌的話對不對堵住一直加上去 然後就可以了也算是一種 贏錢 如果有能贏的話也算是一個很好贏錢的一個手段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我的夏季汽車終於讓一切都回歸了正軌了 那接下來也還有不少東西可以呢去再做慢慢的嘗試的喔 感謝大家的收看喔如果你們喜歡今天這一集的話呢不要忘記幫我點下一個 喜歡喔我們下一回再見了 大家掰掰 掰掰